本期视频,喜欢的小伙伴给观众们。 下下才知道,做这一行是非常辛苦的,他们往往要工作到很晚,11点甚至于12点都是常态,因为有些业主对于细节要求的非常严格,有些业主就是比较追求完美,怎么都感觉不好,所以这就对做手绘强化的工人有很高的要求。 在湖北有一个大叔,他就是看中了这个市场,他决定发明一台强化机,他之所以有了这个决定,是因为在一次去打印图纸的时候,在打印师傅忙活的时候,他突然就有了这个灵感,想要发明强化机,首先有一个问题,那就是打印机的喷头都是朝下的,如何才能把这个喷头给改变成跟墙壁平衡呢? 经过不断的改进,这种强化机做的话,非常的有立体感,而且工作效率比人工快多了。